英国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 它在这段海上争霸的时间里 充分利用英国的地理优势 让欧陆各国自相残杀 而英国本土一直没有受到损伤 受不了英国无穷无尽的骚扰抢劫 西班牙终于在1588年 出动130艘战船 8000名士兵和1.8万名水手的无敌舰队 浩浩荡荡杀向英国 这日舰队非常倒霉 还没开战主帅先死了 临死换了个不守海战的陆军将领做化石人 在去往英国的路上 舰队又经历一场大西洋风暴 全舰队损失惨重 终于到达英国时 英军实际指挥是德雷克两兄弟 他俩以34艘主力战舰 和100多艘武装商船民船迎战 德雷克俩兄弟一直研究用小快灵战术 对付西班牙大船 他们造出来的船只 吨位小 吃水浅 造价便宜 缩小了后船楼 方便搭载大口径火炮 既敏捷 火力又强 跑得快 打得快 打得远 有点像甲午海战中 日本海军对北洋海军 西班牙舰队追不上 够不着 只能干着急 最后被英国海军击沉一半船只 更倒霉的是 在败退回西班牙的路上 无敌舰队又遇到风暴 真是倒霉到喝凉水都会塞亚份 最后只剩43艘破船回到国内 很多历史书都说1588年这场海战 英国以弱胜强战胜无敌舰队 从此奠定了英国崛起和西班牙的衰落 我说过 我们很多历史书 都曾受盎撒宣传系统影响很深 上面这种说法粗暴好计 是英国人给自己脸上贴金用的 西班牙当时极富有 他们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缓慢的过程 并不是英国一场海战就打垮的 1588年下半年 英国获知无敌舰队参与舰支的停泊地点 伊丽莎白便叫德雷克去扫荡无敌舰队 但德雷克想去抢劫里斯本 没有听女王的命令 带兵在里斯本先抢了半个月 被无敌舰队发现后击退 浪费了英国16万磅军费 还错失消灭无敌舰队的两机 之后到1591年时 西班牙海军恢复了元气 1595年 德雷克想去偷袭巴拿马地侠 切断西班牙每周路上运输线 女王同意后 德雷克两兄弟在路上朝个不停 袁征计划失败 两人也病死在回国途中 1588年 英国海军大战无敌舰队 是被故意拔钩的历史攻击 这次海战可以说 保住了英国海上势力 但绝不能说 动摇了西班牙海上霸权 英国与西班牙在财力和军事实力上 还差很远 一系列战争 最终反而促使了荷兰的崛起 很多历史学家总结 西班牙真正衰败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贪图享乐 将赚来的钱 拿来过奢侈的生活 没有发展制造业 最后将制造业拱手让给了欧洲西北部国家 导致国家坐吃山空 随着近些年 我阅读到的信息越来越多 我有另一个观点 就是西班牙报复是偶然的 发展不了制造业 则是必然的 西班牙是想发展制造业的 但西班牙缺少制造业的必要条件 他们也没有办法 被肤浅的文人活生生贴上 贪图享乐的标签 真正的原因 是西班牙地理环境太恶劣了 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意识到 西班牙是全欧洲地形最差的国家之一 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 其地形之恶劣 就是欧洲版的云贵高原 由于国土中间高高隆起的梅塞塔高原 致使西班牙中心带赤地千里 一片荒凉景象 也使今天西班牙90%的人口 挤在30%的沿海和马德里 在半岛西南部平原被葡萄牙划走后 西班牙可以拿来发展工业的地区就更少了 西班牙山脉纵横 交通不便 气候干旱 还没有大江大河 就算有 由于山地起伏 河流也难以通行 西班牙旁边的法国 相当于中国的长三角 那年头 法国人都不爱去西班牙 去了路都没有 要换骡子成牲口爬高原 把过惯好日子的法国人 难过得要哭着回来找妈妈 这么恶劣的地理环境 使西班牙靠殖民全球猛然诈负 但缺少发展工业所需的交通 原材料 土地 人工几大要素 所以西班牙以前会扶持葡萄牙和荷兰 就是因为葡萄牙和荷兰地理位置更好 但没想到 肉包子打狗 葡萄牙和荷兰先后独立 西班牙心灰意冷 也就醉生梦死了 西班牙衰落的真正原因 是他们必败于地理 说西班牙败于和英国的1588年海战 这是错误的历史知识 跟拔高大宪章一样 是有人故意误导我们 让我们觉得他们祖辈是一路光荣过来的 他们是荣耀的 我们是被误的 而实际上 他们就是抢劫犯出身 一路做海盗才发的家 全球争霸的起点 后来将迎来对人类历史影响至深的 全球殖民史与工业革命史 由于这段大历史极复杂极复杂 知识信息大爆炸 要讲的很细需要几百万字 为了轻装上阵 后面我只讲事物的逻辑和主线 尽量清晰地勾勒出这段历史 讲历史的书籍那么多 许多历史情节大家反复讲述过 但还会有人来看我这种不入流的作者 讲各国历史 是因为我从逻辑梳理 思想认知 通俗性这三方面跟其他写作者有很大区别 我更注重地理与经济环境所衍生的事物逻辑 更注重各国的利益争夺 而不会突出某个国家强大 是因为其文化基因 我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 我认为文化是经济的结果 经济则受地理的影响最深 我以前读过学院派的文章 他们通常认为文化是经济的原因 是文化在驱动经济 经济好 权因文化好 好文化运养出好制度 好制度产生好经济 如果经济不好 那全怪当地文化落后 一切都往文化上扯 我十几岁时是信这些的 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 我对这套理论是一个字都不信的 英国的殖民史跟全球争霸史紧密相连 从这里开始 我们将读到英国搅动欧陆的高超战略 我在以前很多文章介绍过欧洲的地理环境 这里的气候适合放牧 所以欧洲人爱吃肉 肉又跟香料是绝配 欧洲人吃过香料后就上瘾了 我也觉得回不去了 但香料产自印度和东南亚群岛 买香料的商道中间被穆斯林斩了 收很贵的过炉费 收的西欧都成穷鬼了 缺钱缺香料 当然他们也想要丝绸 瓷器 茶叶什么的 但香料更紧急 记得火烧屁股 欧洲最西边的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缺钱缺成了神经衰弱 向西打是大哥西班牙 向南打是举着弯刀的穆斯林 实在没地儿去了 跟福建人一样 向大海求生存吧 就下海了 所以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搞大航海的 都是穷疯了给逼的 1415年 葡萄牙仅以阵亡八人的代价 拿下北非港口休达 开启了他们的海贼王之路 1415年 英国在干嘛呢 正在忙阿金库尔战役 沉浸在长弓手无敌的喜悦中 圣女贞德都还没登场 百年战争还没到下半场忙着呢 葡萄牙这时沿着非洲沿岸 一直向南打 卖香料和奴隶挖非洲金矿 赚钱赚得飞起 全国都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抢劫事业当中 因为太赚钱 他们才会一往无前向南探索 才在1487年 由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 1498年 达加马帅葡萄牙舰队绕过好望角 终于到达印度 找印度人买香料 回到欧洲一卖 赚了整整60倍利润 整个葡萄牙都疯了 1498年 英国在干嘛呢 刚打完玫瑰战争 兜兜王朝刚开始 穷得没日没夜的 1509年 葡萄牙在地乌海战中 击败穆斯林和印度人的联合舰队 制霸印度洋 进入海权巅峰 1564年 占领香料群岛 殖民巴西 租借澳门 一个面积仅相当于浙江大小的国家 都能跟大明过上几招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葡萄牙发家的时候 西班牙忙着打内战 眼看着小邻居发了大财 他就眼红 1492年 完成大致统一 急吼吼着也要下海 哥伦布那时在葡萄牙上过班 想冒险横渡大西洋 原公司没批 他就找到新公司西班牙 这边刚好缺人 虽然对方看着既像骗子又像劫匪 还是一咬牙答应了他的跳槽条件 哥伦布这人人品极差 是人渣中的人渣 但他运气很好 真的成功到达美洲 从西印度群岛 带着黄金特产 和六个印第安人回来 哥伦布先不回西班牙 反而先去葡萄牙里斯本炫耀 说自己发现印度了 那里满地黄金香料 还嘲讽国王若昂二世当初不重用他 哥伦布以为自己发现的是印度 他就叫当地土著叫印第安人 其实这些人跟印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爆发户们后来掌握了话语权 这个名字就一直被叫到今天还没改 葡萄牙禁揭不开锅的西班牙 发现了美洲 也从海上发了家 就嚷嚷着要跟西班牙分赃 教皇过来做和事佬 两国签了不少条约 约定瓜分世界 欧洲这些棋匪 天经地义的以为 整个地球都是他们的 想怎么瓜分就怎么瓜分 西班牙累计的第一桶金 就是爬上美洲 先杀处于原始文明的阿斯特克人 再杀印加人 最后杀玛雅人 杀得美洲人头滚滚 施机乳山 杀完人后 再向当地人的金矿银矿 拿着金银又去找大名买瓷器 茶叶丝绸 一百年时间 西班牙在美洲杀了一千多万人 将海地十万印第安人杀到只剩几百人 海地被杀到人种都换了 后面拉来黑奴种甘蔗 成了现在的黑人国家 印第安人势不为奴 西班牙人又只知道杀杀杀杀杀 到最后只有土地没有劳动力 才去非洲购买黑奴 把他们拉到南美 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使西班牙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西班牙比葡萄牙大五倍 有钱后就可以调集资源 专心对付自己的小弟弟了 1580年 西班牙入侵葡萄牙 三个月就把葡萄牙拿下 含糊一点说 海上霸权在15世纪是葡萄牙的 16世纪是西班牙的 17世纪一半是荷兰的 一半是英国的 18到19世纪彻底是英国的 到20世纪是美国的 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后进入巅峰期 8年后 无敌舰队败于英国 而英国在这场胜利后近20年 才在弗吉尼亚打下詹姆斯屯的地基 血腥原始积累才刚刚开始 西班牙那边泡在黄金里沐浴多少年了 所以说英国的崛起是战胜无敌舰队 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英国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在这段海上争霸的时间里 充分利用英国的地理优势 让欧陆各国自相残杀 而英国本土一直没有受到损伤 英国先后算计的国家 分别是西班牙 荷兰 法国 俄罗斯 这里头没有葡萄牙 倒不是不想算计葡萄牙 是因为英国起家时 葡萄牙都衰败了 不值得花这个功夫 对付西班牙是英国牵头 带着法国一起赐助荷兰独立 荷兰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16世纪时 皇帝将西班牙和荷兰 一起赐给自己的儿子 菲利二世 所以荷兰跟西班牙 原同属一个国家 那时候的荷兰 包括现在的比利时和卢森堡 是他们各家族通婚 嫁来嫁去带过去的土地 前面说过 欧洲很长一段时间 是家族大于国家 所以也不奇怪 1568年开始 北方这些区域 不想跟西班牙过了 为了削弱西班牙 英国支持荷兰最积极 1585年开始 要钱给钱 要枪给枪 还派舰队给荷兰做运输 派军事顾问 指导荷兰人打西班牙 法国慢一点 1590年开始自助荷兰 1609年承认荷兰独立 还派军队直接打西班牙人 丹麦 瑞典 葡萄牙 当时都支持荷兰 西班牙太强大 是被大家一窝蜂打垮的 但反西班牙的核心 是英国人 1640年 葡萄牙爆发起义 被西班牙统治60年后 再次要求独立 英国全力自助葡萄牙 由于英国的庇护 西班牙被围剿时无力反抗 最终只能妥协 造成到今天 葡萄牙和西班牙 还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其实从地理上来说 如果不是因为外部干束 伊比利亚半岛 会自动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班牙衰落后 荷兰马车夫崛起 英国休息了没几年 又开始盯着荷兰打 英国先后以普世价值观不同 这些奇怪的莫须有罪名 向荷兰兴施问罪 分别在1652年 1665年 1672年 三次主动攻击荷兰 1672年 这次法国也加入进来 从陆地攻击荷兰 可怜荷兰国小人宝 哪里是两个猎强的对手 最终被打出全球争霸 打得比利时和卢森堡 最后也脱离荷兰独立 先后将西班牙荷兰拉下马后 英国与法国在全球 快速发展了几十年 但法国总体还是占有优势 毕竟他们家 全欧洲地理环境最好 资源和人口最优质 经过30年战争后 成为欧陆霸主 英国又开始图谋打击法国 恰逢普鲁士崛起 德法两国矛盾被拉爆 英国战队普鲁士 俄国奥地利战队法国 1756年两边开打 决定法国国家命运的 七年战争打响 我在铁血残阳德意志里 详细介绍过这场战争 菲蒂在欧陆拿命一对三 靠天降奇迹获得了胜利 英国则十分击贼 根本没上欧陆帮忙 忙着在海外抢法国的殖民地 把北美和印度都抢了过来 1763年战争结束 法国从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 被拉下马 英国至此 称霸全球200年 一直到二战 又被美苏拉下马来 从英国的视角来看 七年战争时 他压根就不太相信德国会赢 要不也不会这么消极 对待欧陆战场 战争一开始时 英国的主要目标 就是抢法国殖民地 德国的生死 听天由命 死到有 不死贫到的内容 后面英国围堵 俄国的具体方式 我在好多好多文章里 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自己也写烦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分界点 大家都没有留意到 七年战争一结束 工业革命就开始了 我再换句话 大家就清楚了 全球殖民争霸赛一结束 工业革命就开始了 我们从小到大 学到的知识是这样的 英国之所以发生工业革命 是因为他们先有了大宪章 再有了1688年 光荣革命的权力法案 英国人又有冒险精神 通过羊吃人和资产阶级革命 所以搞出了工业革命 我读到的史料越多 我越认为我们从小到大 学到的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大宪章 光荣革命权力法案 都不是核心原因 这些是文人们 拿来吹捧英国用的 真正的核心原因 是英国赢得了 全球殖民霸权 根据我的社会实现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通常更严谨 一句话能说明问题 生产关系 是为生产力服务的 如果生产力不到一定阶段 生产关系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全球殖民就是争夺全球资源采集权 可以拥有无限丰富的廉价材料和广阔市场 谁拥有最大权力 将生产力堆积到一定高度 谁就有可能第一个触发工业革命 击败法国后 英国的商品流通于全球 巨量的市场倒逼工厂提高生产效率 为提高产量 人们在利益的巨大推动下 开始想方设法改进技术 如果不是因为难以拒绝的天亮市场 英国人不会着了魔一样改进纺织技术 最后弄出真一纺织机来 因为市场容量太小的话 生产效率低一点 大家都能接受 反正做快做慢一个样 除了纺织机 工业革命最最核心的是蒸汽机 而蒸汽机的发明 是因为英国伦敦是全球殖民中心 大家都跑到伦敦来赚钱 人多了要用煤 煤多了就成埋 伦敦就被烧煤烧成了物毒 随着对煤炭的积蓄需求 英国人拼命挖煤 1560到1800年间 煤炭产量增长了66倍 1800年左右 英国一家的煤产量 高于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 因为有利可图 应用前景稳定 大家拼命提高挖煤效率 但挖煤的最大困难 是从矿井深处排出积水 最早英国人在大型矿山 养几百匹马 用矗力来驱动排水 但这样成本太高 效率太低 就试着用蒸汽机来给矿井排水 1705年 托马斯·纽可门发明了大气势蒸汽机 成本是马匹的六分之一 能完成50匹马的工作量 有进步 但效率还是不太高 1765年 因研究改良蒸汽机 欠一屁股债的 仪器修理工瓦特 认识了煤老板罗巴克 罗巴克此时 刚刚获得一座煤矿开采权 急需有更好的机器 给他的煤矿抽水 他便帮瓦特 还了1000磅的外债 还给钱资助他搞研究 但要拿走后面改良 蒸汽机利润的三分之二 正是有了这次分工 打小不太自信的瓦特 才专注从1765年 改到1790年 将纽可门机的效率 提高了三倍 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 蒸汽机 给了全世界一个万能动力 使人类摆脱了 对人力 触力 水力 锋利的传统动力源依赖 后续才有了火车轮船 真正意义上 促进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本质上 就是动力革命 能源革命 中国现在主导的是 新一轮电力革命 用极廉价的电驱动万物 这也是工业革命的一种 如果能掌握可控核聚变 又会是另一场革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